這段一個多小時柯文哲不開門 要搜索他卻不開門 這一個多小時裡面後來被還原 因為後來手機被扣走了 或者裡面的硬碟被扣走 那扣走之後他們有去還原說 那一個小時裡面他做了什麼事情 說如果有把裡面的訊息刪除 那是不是有滅證之餘 法院裁定書在第二段裡面 他說有事實主任被告 因涉犯重罪而有滅證及勾串之餘 所以他有事實去認為說 他有滅證的情況 柯文哲被問完之後 他確實有不爭執申請書 就是檢察官申請羈押的裡面 所指的部分事實 換句話說 他今天有一些可能客觀上面的證據 他可能沒辦法去辯駁 過去那段時間他什麼都不知情 這個時候後面才知道那一段話 可能沒辦法再重新講 因為他跟客觀事實並不相符 所以他有承認部分的事實 而且論真的非常的嚴謹 怎麼講呢 剛剛過來也有提到這幾點 第一點就在講到說 精華增容積率超過560的部分 就從560到840 這部分價值200多億 是屬於圖利罪 這法官這部分已經確定了 是不法利益 是屬於不法利益 那第二個點是說 他在講到是說 柯文哲已經符合圖利罪了 但他有沒有收受賄賂 就是所謂的收賄 這個要看金流 那偵查是浮動狀 他意思是說他還在收證 檢教還在繼續把所有的證據 跟證詞的進一步的去挖掘 所以說柯文哲保底屠利 bonus的話就有收賄 那這個過程當中是 有可能會避重就輕 翻改或是勾串 共犯或證人 也就是從屠利 到所謂的收賄的過程當中 柯文哲如果在外面 啪啪罩的話 很有可能會去串政 這個是他 其他他這個理由 第三點 柯文哲講的話 跟審慶金命小偉 還有彭震生 所述不一 講的都不太一樣 那因此的話 他是很有可能會去滅政串供 那最後他就講到是說 這個審慶金在進化上 有200多億的不法利益 這是確定的 840%容許確定了 影響社會非常的深遠 跟公共利益 所以說覺得這個 如果你用一般的聚寶 然後限制住據等等 是沒有辦法是替代 還是有積壓這個必要 那其實今天在中午的時候 就已經傳出消息說 這法官認為 檢察官他新找來的資料 就找著這個李文忠 那個邵秀沛等等的話 在這個案子中不慘 那有些朋友就很緊張 說這樣子會不會 就是這個法官又要放水了 之類的 但是我就也問過一些 律師界的朋友 然後也觀察過 這法官之前的一些 判決的一些方式 就覺得說 這應該是說他認為 現在的證據應該已經充分了 對 現在的證據相當充分 因為我們這個案子 不是單針對柯文哲一個人 他是一個犯罪集團 從陳慶晶 吳順明 到跟印曉威這邊 然後這一連串的過程 還有他不含李文忠 邵秀沛 還有彭正森等等 那如果彭正森都已經被羈押 副市長被羈押了 柯文哲市長 你會說完全沒有他的責任嗎 蓋那個帳號完全不知情嗎 這個沒有辦法 說服人 那因此的話 可能原本的證據就已經夠 所以我下午2點40分的時候就會講說 好吃的雞鴨飯不用加新配菜 才能美味的讓阿伯心服口服 這表示說 不然民眾黨又會要操作了 對 民眾黨當然最新消息 他們有發了五點的聲明 簡單講 第一點他就老叫重提 說這個搜索辦公室 還有馬拉松市訊問太久 這個事情之前也都討論過 這個其實都有曾經過 並沒有什麼違法搜索辦公室的這些問題 第二點的話他就要來講是說 這個檢調的話很多資訊都跟媒體洩密等等 所以我覺得民眾黨要先釐清 到底你覺得媒體講的是真的還是假的 你覺得媒體講的是真的 你才能去質疑檢調偵查不公開 那如果你覺得媒體講的是假的 那就沒有檢調洩密的這個問題 所以他們這個部分也是非常的浮動的跳動 而且一般來說 就是說從過往以來這種大規模的這案子的話 媒體會掌握到一些消息很常見 鄭文燦的時候媒體也是一直在報還什麼的 那其實我們大家也都是尊重司法之後的一個判斷 第三點其實在政治上面影響非常大 因為他們把蔣萬安搬出來了 他們指出說 今年1月24號就蔣萬安任內的時候 也說金華城容積於是合宜公益對價 釋法都合理 就蔣萬安的新聞稿 曾經有幫金華城背書 這會有後續很大的影響 因為問說金華城要不要停工 要不要繼續給他蓋 當柯文哲進入到起訴階段的時候 對藍營的壓力就非常大 所以表示對民眾黨而言 他一來去獨打程序 二來的話要把蔣萬拖下水 第三來最後跟大家講 他們現在的一個做法就是 所有人都已經齊聚在台北 包含現在很多網友很希望他當當時期的 是喔 他們已經開始動作了 對 今天上午的時候 江和樹他就要坐高鐵上來 而且還占據了人家出站的 離開高鐵車廂的位置 這是不良示範 然後要站在橘色格子裡才是正確的 那江和樹馬上趕過來 那就是阿伯快駕崩了 各地的諸侯馬上就要趕過來 看誰可以去搶港主席 那黃國昌他在上廣播節目上到一半 也看著一看手機 嘴角露出奇怪的這個微笑 不知道是不是微笑啦 然後就宣布是說柯文哲就是被收押 他們要緊急趕快去開會了 今天最大的場面 非常多觀眾朋友都手在電視前面 應該都有看到 當柯文哲這個車子 從台北地獄一路 到了土城看守所 土城看守所裡面 聚集了非常多這個民眾 然後大家手機都拿起來拍 對 原本以為都是聲音阿伯的小草 結果沒有 都說土城在選擇 柯文哲 周周姐快樂 柯文哲就在大家的一個祝福底下 進入到了台北看守所裡面 那這件事情其實在法律上面早有跡象 因為當副市長到你底下的 這一些李文忠 還有當金蛙城的這一些 相關的這些人等 都已經被羈押的這個時候 柯文哲他面對司法上面的制裁 這樣子才是合心合理 目前這個羈押的話就兩個月 真正修訓中間再演一次就兩個月 所以我們可能有 可以再抗告嗎 可以抗告吧 可以 可以抗告 所以柯文哲還是有機會 中秋節之前出來 但是機率不高 因為就目前來看 前面所講的這樣的法官的裁決 寫得非常的嚴謹 所以我覺得小草們 還是要去面對現實 了解一下狀況 你們的阿伯 真的傷了很多人的心 因為之前我們講 原來都不知道居然可以過關 這件事情其實非常離譜 那再來就是 第一次我把請回的時候 法官說他不是都發相關的專業 你市長呢 你市長這樣督導 可以說你不專業 什麼都不知道嗎 那我先請教地影律師 是這樣 因為我們大家試想一個狀況 什麼情況之下 我們每天手機都會有非常多的訊息 對不對 什麼情況之下你會把手機訊息刪掉 什麼情況之下 通常垃圾簡訊那種什麼長輩圖可能會 還有一些廣告簡訊可能會 也是沒有東西 所以是不是關鍵人等的對話被他刪掉 不然你說柯文哲刪掉跟陳柏惟的line 我們不覺得怎麼樣 沒關係嘛對不對 然後在搜索的時候 你不開門 請問一下 你不開門這個時間一個多小時 你在幹嘛 你有沒有偷偷的湮滅什麼證據 或是電腦的什麼資料拿掉 或是什麼的 還有有一些沒刪掉的對話記錄 顯示他明明知道超過560的容積率 是違背法令的 仍然執意為之 律師怎麼樣來看 這一段其實他在裁定書裡面 其實有回應 就是說周刊講說 這段一個多小時柯文哲不開門 要搜索他卻不開門 這一個多小時裡面後來被還原 因為後來手機被扣走了 或者裡面的硬碟被扣走 扣走之後他們有去還原說 那一個小時裡面他做了什麼事情 說如果有把裡面的訊息刪除 那是不是有滅證之餘 法院裁定書在第二段裡面 他說有事實 主任被告因涉犯重罪而有滅證及勾竄之餘 所以他有事實去認為說他有滅證的情況 也就是剛才講的 我把手機的訊息刪掉 那內容是什麼 他就是滅證之餘 那勾竄是勾竄的部分他主要的原因是認為說 因為他在全案裡面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是今天新發生的事實 他說被告經訓問後 也就是柯文哲被問完之後 他確實有不爭執 申請書就是檢察官申請羈押的裡面 所指的部分事實 換句話說是他今天有一些可能客觀上面的證據 他可能沒辦法去辯駁 過去那段時間他什麼都不知情 這個時候後面才知道那一段話 可能沒辦法再重新講 因為他跟客觀事實並不相符 所以他有承認部分的事實 那他會被認為有勾竄的問題在於說 其實他因為全案裡面有證詞不一的情況 就是包括說沈慶經跟這個 馮震申跟這個映曉威 他裡面在裁定書裡面有特別講到說 他們裡面的相關的說法有不一的情況 所以不一就會被檢察官認為說有勾竄之餘 而這部分台北地院的這個裁定 也認為那確實有 所以在第二段裡面也特別就描述 那裡面特別去講到說 有沒有除了圖利 應該說低消就是圖利罪 低消圖利罪就是五年以上的重罪 這個是法官在第一段裡面去講說 他裡面有相關的這個被告的 跟共犯的陳述跟券證資料 可以知道說這個柯文哲在增加這個容積率 超過法定上限 這一段的寫法 其實不是他們自己創設的 監察院的糾正案文已經把他指出來說 你這個法定上限就是這樣 你還讓他到840 這是不合法 這監察院的公文書糾正案文都有 所以這個部分的違背法令 圖這個金華城的不法利益 檢察官可能檢察官的計算 應該是用市價去計算 那法官也採了 認為說不法利益超過200億元 這算是重 巨攤 這算是一個巨型的圖利罪 所以他涉嫌重大 今天的這個台北地院的 用的這個院證資料 其實跟前一次是一樣的 他們有用新的心事證 這個其實是蠻罕見的 因為一般來講積壓庭 他不需要去排除後面發現的心事證 不需要去排除 那他在這邊其實他是 相對保守 他講的是說我為了保障被告的防禦權 也就是說柯文哲因為我前面的 生壓庭處理過一次 你後面又去 檢察官又去舊訓彭震生 又去舊訓那個 映小威 然後又去舊訓審慶經 這些新的市證 之前在生壓庭的過程沒有 那這個新的東西呢 他法官說 那我為了保護 讓你的防禦權 所以我這邊不用 那法界其實討論蠻多的 因為過去的積壓庭 其實不太會這樣子做排除 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鄭文燦案 在第三次積壓庭的時候 他的第三次積壓庭 檢察官丟什麼東西出來 我後來還原了 你當時跟你的助理 有一個簡訊 簡訊的內容 那個是後面才丟出來 他不會說 這是新的市證 所以我要不使用 不會 因為所有的積壓庭 其實整份的捐證 是綜合考量的 那這一次的法官 他只用舊的捐證 就足以認為 這個有涉嫌重大 這個其實是很清楚的 因為前面那一個 我們一直在講說 前面的五保裁定 他那個法官其實 應該算是不符合 經驗法則的判斷 因為客官證據 至少彭正森的指數說 市長交代 相關公文有柯文則用印 他就超過了這樣的 犯罪嫌疑重大 而在這裡面 這次的法官 其實跟高院何議庭 就高院的這個裁定的法官 是間解是一致的 因為高院的 何議庭的法官認為 當時撤銷這個 五保裁定的這個法官 他的何議庭的看法是說 這三個法官看完 所有的捐證資料 他認為說這個是足以證明 柯文則積極介入金華城案 這是高院所留下的見解 所以地院在這邊所做的判斷說 這個符合涉嫌重大的門檻 這個是跟高院是相符的 另外一個部分是說 他其實在後面討論 最後一段在討論的是比例原則 有就是說我今天如果不羈押柯文則 可不可以用其他的方式來代替 譬如說我讓他中保 或者是我讓他限制出境等等 用其他的手段能不能 但是他在裡面具體交代是說 他因為這個案子 其他的共犯涉及的是重罪 像映小威跟沈慶經 他的重罪是什麼 他是違背職務收賄罪 所以無期徒刑的犯罪 這種犯罪的結構 他很有可能為了 今天為了規避自己的責任 避重就卿去講話 那避重就卿就會有可能導致 共犯之間會有勾串的可能性 而且柯文則動不動就在電視上講話 然後採訪的時候 他講的那些內容 會不會有可能 後續成為空犯症的資料 其實這個是大家會質疑 而且柯文則在吳寶請回的第一時間 就開始講840% 他也是後面看新聞的 他進入這個案件的細節去談 但是講的東西 當然全台灣很多人開始幫檢察官 要做證據的補強 也就是阿苗的影片開始傳了 那個質詢的影片 然後大姐開始幫檢察官 做相關的公文書的整理說 柯文哲用印123456用印 全部都出來 所以這些人其實 全台灣很多人民都當了柯南 而這個鍵盤上的柯南拿出的事證 其實對法官而言 他其實就是一個社會通念 又比較相符 客官證據如果都知道說 柯文哲之情 那我不可能說我違背社會的正常的觀念 就去放棄 所以今天的裁定積壓 其實跟高院當時撤銷五保裁定的 大方向相符 也就是認為柯文哲積積極介入金華城案 在這全案涉嫌重大 有積壓的必要